多謝,首先要恭喜製作監製和導演 我多謝他們給我這個機會拍到關於若老的短片 而他們參賽又能夠獲得這三個獎項 現在的年輕人真的很厲害 我經常問他們關於若老會 我們老人家才能做到這些戲 屬不屬於若老? 我曾經有跟他們開玩笑 因為做到很熱的時候 我就會問現在是否即是若老? 大家只是開玩笑 高姐,你收到消息的時候 你也知道很噁心 你也知道 電線放在這邊 我都過熱開人 那些 很煩很煩 可以 高姐知道自己獲獎,第一個反應是怎樣? 那時候是甚麼情況? 我知道 知道 我沒有甚麼反應 我真的 我都不知道獲甚麼獎 我第一個想到就是 蛤? 要不需要去外國? 好要我出門? 好累喔 那你想不想去? 如果有人請我又帶我去 我當然想去見識一下 就算不獲獎我也想去 你覺得去到80個小時 吐氣揚眉 我又不知道甚麼叫吐氣揚眉 真的 是我爸爸那時候說 拉著一條雞尾回鄉 但我現在在香港 我不用回鄉 總結一句說話來說 我都沒有辜負父母對我的期望 亦都沒有辜負這套製作的 欣欣導演和監製Aaron 他對我的信任 希望他們可以下一套戲 拿到一個更加大的獎 他帶我去哪裡玩? 不是我拿獎也不要緊 帶我去玩就行了 要求加片酬嗎? 不要說片酬 公益片 我們有這個使命去做這件事 就不要每次都在片酬那裡斟酌 最重要就是這件事 出了來的果實 對有需要的人 他吃下去有沒有害呢? 一開始你為何會答應接拍? 是怎樣促成的工作? 說真初時我還未答應 不過導演一廂情願說 幫我聊天 正正可以說 我的乾兒子 導演想見一見你 通常導演見我們 不是說我們一定會拍的 約了我喝下午茶 但我覺得欣欣導演已經拿著劇本 他不是讓我過目這麼簡單 他等下了說了很多事給我聽之後 希望我做到 我未答應 他已經趕時間走了 我拿著劇本 是不是要做呢? 我回去看了劇本之後 我亦都沒有正式說要怎樣做 不過我乾兒子說 你如果體力能夠支持到的呢 那我這班 你知道我近期很多年輕人 都是我的乾兒子乾女 在他們這班這麼努力的年輕人之下 都說我很值得去做這件事 因為可以帶到一些訊息出來 給一些長者也好 或者呼籲一些年輕人 真的有這些事情發生過 他說這些是真實的事情 我們只要它是真實 那我又怕什麼報導呢? 後來我就得到導演再三解釋 他說因為那個地方 曾經他去了解過 就是有幾個長者被虐待的 只不過他找不到這麼多的長者來拍這個戲 所以將幾個故事組合一個人物就是我 那他所受過委屈的 即是說這個劇中人的幾個長者 所受過的委屈 就全部在這部電影 這個短片裡播出來 就由我一個人 就是由我一個人去演了之前 幾位長者所受過的委屈 所以我初時都以為 要我做幾個個性的人 幸好都不是他安排到 就是如果若老 就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那這些事情發生了之後 這個老人家 怎樣去面對 怎樣去開放自己 即將自己的正式心態開放出來呢? 如果你不開放出來 就像很多情緒病的人通街 喊救命那些 那我都很樂意去做這件事 即是用一個人物去做被虐待那種 其實有很多很辛苦 在夏天 天氣真的很熱 天氣熱 你逛街都辛苦 不要說做事 你逛街都很熱 何況 其實每個人都很辛苦 不只是我一個人 你想想一下 在一個十多尺的廳裏 我想只有二十尺 那又要被兒子虐待 那又要自己怎樣跌落地 怎樣去開解 那你說工作人員 都要在那裏層設 打燈光 擺攝影機 導演又要安排我們怎樣做 我們演員自己怎樣行為 都沒有現在這個空間這麼大 真的 我沒有騙你 就是一張食飯桌這麼大 我又要跌 但是有一張梳化很大張 是他們特意做的 我以為 我說你都挺辛苦 去找一張這麼舊的梳化來給我 那不是 我們新的梳化 搞到它這麼舊 就是為了配合那套戲 把那些顏色 把那些染色 把那些 因為要我由斜路 拖著那張梳化 都走了三萬 要推到它垃圾站那裏 三萬 又平路又斜路 又暗斜又落 都挺重的 那又得到這班製作人 想到方便我 就安了幾個輪子 在底下 雖則是安了幾個輪子 那些輪子都是有歪歪斜 都要大家幫助我 怎樣 教好那張梳化 怎樣推 推了幾萬這張梳化 其實我 我想想 我當時是弄傷膝蓋的 就是我前幾年 是因為拿重的東西 上肩膝蓋上 原來會觸傷 觸傷神經 這條神經 令到我的腳 膝蓋 有點痠 好像屈傷 剛剛接到這個劇去做 不過我都盡力遷就到自己的膝蓋 我不想再繼續傷下去 不過我都沒有告訴導演 否則他都不會要求我做這麼粗重 那我很慶幸 又做到 那我又沒有繼續傷下去 那是不是人 人力是一種賤力 賤力得人敬 是不是呢 我媽媽時代都說 賤力得人敬 所以我們整班人出了些賤力 現在終於拿到一個鼓勵的獎項了 這次和葛 是不是都有一些交集的 我看到劇情是說 你和他做的堂哥是有些 是他協助你還是怎樣 和郭文輝那段戲 他是那個區分的車長 巴士司機 其實他挺幸福的 講這個劇中人 他有一些兒女 好像有孫 都在外國要求他過去 幸福的 我就沒有 這個長者就沒有 不過他每晚收工都看到街坊 他是一個很樂意去幫助這些街坊 透過那晚之後我們的傾談 他令這個長者放下自己心頭大石 而他也知道 為何他要留在香港 他的使命是甚麼 這樣就透過我們兩個老街坊 當然我比他們更老 這個街坊的對話 完成了這個戲 而讓你們感覺到的是 互相互助那種真摯的街坊情 那可以為社會做到些甚麼呢 不要大家有怨對 年輕人你移了文 亦都很希望 不在父母身邊 亦都不要看輕這些年老的人 即葛那些都還可以駕車 還可以找自食那些 那我就認識了葛 本來我和他不認識 就透過這三晚的合作 就認識了葛文輝 現實生活你兒子都移了文 即是拍這套戲會不會想起他 或者可能你的現實生活 可能是有好運 我一向都沒有甚麼想起他 他移文現在科技 那麼發達 喜歡就找 但我的個性最怕要我視像 所以我不會視像 但我拍戲我會告訴他 現在我在拍甚麼 所以我常常見到我 拿著手機拍照 其實我每一次每張照片 就拍給他看 媽媽在工作 他亦都很放心 每一次見到我有工作在身 他便安樂了 因為他知道我健康 他知道媽媽還可以工作 再看到隔壁左右那些 任何工作人員都是一個年輕人 他便更加安樂 不用擔心這個老人家 在香港沒有人理會 現在香港是否自己住 會不會有些不方便 沒有 我四處住 有甚麼不方便 我又沒有固定的居所 我自從香港封了這幾年之後 我兒子就在將近 即一開封好像 我都不太記得他幾月移民 總之就是我還在我妹妹家寄居的時候 他便提出移民 我又不想跟他去到那麼遠 我覺得在香港挺好玩 有這麼多朋友 你知道香港的租金又這麼貴 我們這麼老又不可以買屋 買不到 銀行又不會接受我們 那我朋友也住一下 幸好我親戚多 契仔地方又去休息一下 不過都很好 我便當成天都去旅行 我真的天天都在旅行 不知道 有沒有那麼長命 我都不知道 沒有想那麼遠 我們一起生活 要去到英國那麼遠 氣候合不合我 好像我想過 我都問我兒子 我過來有甚麼地方好做 我當我過去玩十幾天 他說我安排你在酒店你住 你每天去逛街 因為他們都要上班 他們上班 只能夠下班出來陪我 吃個晚飯便要回酒店 日後這麼長時間 你叫我去哪裡 原來他們在英國 目前都是租的 租住的屋 他報了兩夫婦的名字 就是兩夫婦居住的 就不像香港那樣 我多個親戚來 不用告訴別人 就入住 他們那裡不行的 如果我要真的這樣去 他又要從頭去報過 又要再找個屋 那我是不是很麻煩 我覺得這樣更麻煩 如果我要去 按照他的計劃 按照他的計劃 在一個大百科公司隔壁 住幾天 每天自己去逛街 喝杯咖啡 是否很無聊 我不如在香港 和你們聊聊天 更好 你們有空找我 有人找我去拍戲 又去拍戲 更開心 他有空便回來 他們每年都會去Banggok 我就飛去那邊 即近一點 幾個小時 即使有什麼事 叫我回來 做事 我都是一天之內 都可以來回 不過未試過 我當然是去幾天的 我只是這樣說 去一些近一點的地方 就方便我自己 和我工作上 和朋友照顧我 親戚照顧我 更容易 公佈了得獎消息之後 我看到RG都有人留言 很想看到這部作品 會不會上映 其實他會不會上映 這個問題 你問得真是好 幾多朋友 Apps給我 去哪裏有得看 我不知道 很多朋友恭喜我 那天 我那些Apps 我一直覆Apps 覆到晚上半夜 我當然要分層次 誰先Apps我 我就多謝誰先 不會只是打個Like給人 當然大家都寒圈幾句 所以我那天說了整天 一直到半夜 三點多鐘才睡覺 因為到外國都有 外國的朋友都看到 因為是在IG那裏出了 Facebook出了 說到今天還有人問我 我很想看 在哪裏看 我也想問一下 會在哪裏播 問一下監製 問一下監製 我們其實6月15日 會在Art Center那裏 有一個首映 6月15日是世界藥老關注日 我們希望借這一日 可以提高公眾對藥老的意識 所以就會一個日播 大家留意著 Project的IG 或者如果想拿票可以問Project 這裏的觀眾聽到 6月15日首映 Art Center 即是香港藝術中心 胡天樂影院 香港藝術中心 胡天樂影院 幾點鐘 下午 我們應該有兩場 下午開始 如果你們需要票 就聯絡Aaron 聯絡Cosmo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 你上他們的網站 那就拿到票 希望大家到時 那天是約老日 那天是關注約老日的 希望大家都來 欣賞一下欣欣導演 嘔心溺血的作品 有的 有的 拍攝可能要6月才開始 現在我看什麼 看給你們訪問 看去答別人的恭喜 看去捧場 支持都很多的 因為近日八和會館 有唱曲組的聯歡會 一天都去捧場 支持了很多歌 那些叫做 都去見一下人 即是我朋友又會生日 母親節就快來了 那我的老朋友又會在母親節表演 那我又要去聽聽他們唱歌 又要去會堂 每個人都有月曲的個人演唱會 那我又要去捧場 到年尾 我自己十月就去新加坡 有三場的表演 她說是月曲折 十月 那我十月二十二日 我就要離開香港 就去和米雪 米雪和我還有六七個演員 叫做老官 鄭命梅 林詠詩 黃 黃什麼 黃志良 是的 一起去 我就要穿戲服來做一個節子戲 然後就有一個電影 黑白電影的我個人的座談會 我又要唱時代曲 那我現在又要練歌 那在做完這之後 我十一月在西區九龍戲曲中心二號 我就要唱月曲了 三號又是時代曲 這兩個演唱會就是 《風波情未了》2.0的演出 跟果園社企籌款 有一個體育藝術基金籌款 兩晚都是籌款的 那七月呢 我一部《風波情未了》就出了 《風波情未了》就出了 《風波情未了》 《風波情未了》 另外一個就是《原來的我的自傳》 希望你們幫忙捧一下我牆 去支持一下我 看看我寫出我父親的童年 和我都長大《原來的我》 《風波情未了》 《風波情未了》 他們的成本就是給長租 給樂隊 給老官錢 我都沒有請大老官 我又不敢說別人不是大老官 因為都是新秀 希望這些年輕的新秀 將來都成為大老官 這是我父親的口號 最重要是有機會讓年輕人去做 發揮自己的才能 還有在藝術上 顧問論你是什麼藝術 都可以傳承下去給下一代 這是我們的主題 透過今天黏了別人的話題 宣傳了我自己的言 演唱會 希望可以籌到國路的善長 我又可以捐輸多些出去幫助一下 果園社企的學校是祝慶功效 它是再活生的 已經執了20年 現在政府將它活化了 在4月20日已經開始啟動 裡面除了有長者活動的地方 年輕人透過他們的教導 一些有輕弱的智慧 或者可以從入社會透過那裡學習 也有兒童的訓練兒童的遊樂場 父母可以帶小朋友放假去哪裡學習 也有一個部門就是要自己供給自己吃東西的 就是耕種 還有一個地方給牠們耕種 最後一個部門就是收養流浪的貓狗 那這個我希望籌到款 就多撥給長者 希望在虐老方面 在香港不要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希望大家看了這套短片之後 在虐老方面千萬不要再發生了 希望長者也透過我們的演繹 給他們看如何放下自己心頭大石 這才是我們的主題 才是今天我出來和你們聊天的目的 那些限話 你喜歡燈就燈 不燈都沒什麼所謂 最後一個問題 你自小建於牧台 如果今天沒有這個獎 對於你們來說 人生會不會是一個無難 即是沒有得獎 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沒有的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會得獎 我是一個沒有獎獎者 就算抽獎都永遠抽不到我 我經常都覺得有獎的地方 對我來都已經是不… 即是我沒有去奢求一件事 我做每一件事 我都是盡力而為 不是因為目標是想拿獎而去盡力做 這些是利息 這些獎勵 拿到回來當然好 大家都有一種興奮 大家為這件事出過力 大家有一種鼓勵 對於我個人來說 我又好像委屈了他 我沒有什麼地方擺他 因為我四處住 我常常用一個袋子包著他 我將這個獎 我將會放在我契仔的寫字樓 因為他是一個藝員公司 即是他是幫藝員找工作 那些經理人公司 我希望可以透過他這次的介紹 令到他公司有多少提升了 他們都不是亂接事給別人做 即是大家可以努力一點去 只要我們齊心合力 那件事一定… 就算不是一個實質的獎 我們都得到精神的獎勵 我都認識了這麼多人 起碼都得到你們聊天 聊了這麼久 Aaron又說要邀請我去泰國玩 不要緊 因為我已經不客氣 老人家千萬不要給驚喜 所以我時時都覺得 因為我時時都要靜坐 我在家裡有一個修圍 最怕就是叫我做驚喜的表情 因為經常導演說 你好像沒什麼驚喜 其實我的心很驚喜 但不知為什麼我樣子都很鎮靜 就算到醫生拍寫我 馮女士你驗了腸裡有癌症 我還是會問他 有癌症嗎? 我媽媽給我這麼好的遺產 醫生都覺得我完全沒有驚喜 怕的 不過媽媽給我便要接受 所以又得到腫瘤科醫生說 經我手醫過的病人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會生存 這個信心 割了它 我雖然說曾經有個類似癌 我割了五分一的腸 所以我肚腩小了 不過我都沒有為這件事害怕 令我更加覺得 我更加要做多些事情 所以欣欣導演等下劇本 都沒有問我拍不拍 他走鬼了我都照去拍 其實我真的要很深入 真的要快點深入去做這個角色 拍完的時候 我就要快點抽來個身 快點抽來個情緒出來 所以我有靜修的習慣 可以平衡自己的情緒 不要說見到一些太開心的東西 就會喊害怕的東西 這個都不是我 你看到我很安靜的時候 你知道我的心是很驚恐